禁止废话 在日本干物米 是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放弃恋爱 用最慵懒舒适的方式生活着 身份证和手机放在一起 到底会不会消辞 二代身份证不会消辞 在19世纪的西方 医生是用铁锤来进行麻醉的 由于当时的医学不发达 手术开始前 将患者的头部放进一个铁罩里 用大铁锤敲击 强烈的声音震动 就会让患者晕过去 为什么说宇宙其实是一个智慧大脑 因为宇宙星系结构 和人脑神经结构十分相似 假设人类超越光速移动会看到什么 能看到地球2000年前发出的光 甚至有机会看到秦始皇登机的场面 但却改变不了什么 我航天员的工资有多少 每月工资1万左右 执行太空任务 可享受3到4万的补贴 飞行补贴加上年终奖 平均工资在80万左右 西藏旅行绝对不能拍照的4个地方 一 沿途检查站不能拍 二 布达拉宫内部不能拍 三 怒江大桥不能拍 四 藏凹和猫牛不要拍 尴尬这两个字到底是怎么写的 其实尴尬这两个字的左边不是酒 而是油 你知道皮老板为什么全身都是绿的吗 因为皮老板的配音 和海绵宝宝的配音 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对夫妻 蒙娜丽莎画像里的女人 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真实名字叫做丽莎格拉迪尼 为什么蒙娜丽莎画像里的人物没有眉毛 这幅画是有眉毛的 因为在清洗和抛光 导致眉毛褪去了颜色 你知道中国最臭的食物是哪个吗 毛豆腐 臭豆腐 豆芝 螺蛳粉 梅千张 臭桂鱼 臭冬瓜 皮蛋 鱼腥草 臭县菜 不过哪座城市是外国人命名的 是大连 明清时期这里叫清泥蛙 沙俄殖民期间叫达里尼 日俄战争后日本定名为大连 为什么每年八九月份 想辞职的情绪会那么严重 因为八九月份是最舒服 也是最适合出门游玩的时间 乌龟不爱动为何却很长寿 因为乌龟的细胞能分裂110代 还没有致癌基因 并且乌龟一生中一半时间都在睡觉 大学期间的爱情真的能走到最后吗 据相关调研统计 32%的大学生只是为了体验恋爱的感觉 8%的情侣才是真正的两情相悦 毕业分手的比例约为88% 电影里原子弹的爆炸声音往往是这样 这样 或者是这样 但真实世界里的原子弹爆炸 是什么声音呢 没有具体的声音 因为在大气层内进行的核爆 会产生巨大的刺声脉冲 在传播过程中又会变成刺声波 仅靠人类的耳朵是听不到的 我国的车牌照有多少种颜色 分为六种 绿底黑字的是新能源汽车 蓝底白字的是小型汽车 黄底黑字的是大型汽车 黑底白字的是大使馆 林馆 港澳车牌 黄底黑字是教练车 白底黑字是警车 有哪些基因看似普通 但是很多人却没有 从出生到现在没有流过鼻血 怎么看手机都不进事 每次拉屎不会超过十秒 睡觉前默念几点醒就几点醒 那么你都有哪种